哎呀你很帅 每个人都是 很厉害啊 对了对了 那两个算是在中国的那套的代表 人举挺不太好 这应该当时这些最好看的 是吧 我看这些是喜欢就看 好 i know who's the number one i know it's all right i know it's all right i know it's all right i know it's a crystal protocols i know it's all right i know, but it doesn't work sh me talking about you i know the audience is happy ship-like, you have both participants 去上一课就是说怎么在dancing 里面去表现音乐 Yoka is so dope I would love to dance like her Like Kyoka controlled that battle Even though it was for fun You can tell that she controlled that battle 我觉得很多小的戏 雖然我说两个都跳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她是 Kyoka 很多的系列的处理方面 我觉得她的层次会比较明显一点 就做的层次会比较明显一点 因为可能亮亮她做的比较Q一点 她没有更多展示 她就是真的就是在跳舞 没有更多展示 这是我经常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里面 看到很多人留言就说 看不到她厉害在哪里 看不到就不就是点来点去 对吧厉害在哪里 其实就是有时候在solo或者battle的时候 我说舞者他们去展示音乐 就是我通过我的理解 展示这个音乐而超越那个理解 就是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就是我听到这个音乐 我呈现的方式是这样的 而当你看到我以后 你才知道原来还可以这么去展示 如果这些跳舞的舞者 他跳的都是你们所理解的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些人好怪 为什么他们有人跳 意见都不帅都不美 因为我们在跳hiphop的时候 我们要展示的就不是美和帅 我说了我们的重点是表达音乐 而且我要给你展示的是 我如何去表达音乐 当我的展示超越了你的理解 证明什么 证明你才能从我的展示里面 得到起 为什么很多人要去比赛 去看那些厉害的人跳舞 而你们却看不到 就是因为厉害的人 他永远做的一些东西 是你从来未曾想过的 像Q卡前面第一段 有一个节奏 他踩着重拍是跳起来 拍了一下脚跟 如果你不是跳hiphop的 你根本连那个拍子 你都看不见 跳在空中拍了一下脚跟去 去看一个重拍 做这样干净的以后 如果你是跳hiphop的 你就会觉得无理吧很厉害 因为平常的人可能 他都是在地上去看重拍的 他在空中卡 而且那个重拍也卡得非常干净 还有几个地方就是 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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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边坐一边 一边摸过去的时候 刚好接到那个节奏 你能看到 Yoka有着 Hiphop的舞台和Hiphop的基础 是狠狠的 因为他们在做Hiphop的舞台 他们在做Hiphop的舞台 他们在做Hiphop的舞台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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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在做Hiphop的舞台 还在做Hiphop的舞台 也不像很厉害的 而且是非常有趣 就很多种小的巧思 它不是说 你很正儿八经的去编 或者是很帅颖的动作 但的确你看到它之后 它会给你一种启发 原来我的身体的连接 我还可以这么去表演音乐 而不是可能你像音乐 你看过Ziko 对吧 那我就做手 我就可能这么做 但是 其实还可以有很多的表达 舞者就是 通过我的这些 超出你想象的表达 而去启发你 你也可以用你的表达 来启发我 我们通过在赛场上面 有这种互相启发 而一起进步 这样才会 才有比赛才有意义 而不是说 哎呀你很帅 每个人都是很帅很美 那你永远不会得进步 对吧 20个人站在一起 你20个人站在一起 你所有人的动作都是一样 你只是听音乐的方式不一样 那你怎么启发我 啊不就是这个动作吗 啊不就是那个动作吗 你永远是不会有经历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 有时候怎么应该怎么去看 怎么去看Battle 是你要去尝试 去理解这个舞者 而不是通过意义上的美丑 嗯 去判断啊厉害不厉害 专业的舞者 他其实就不是 需要给普通的人 去看舞台 而是什么 而是为了让舞者之间 通过交易得到进度 嗯 我刚才看的话就是 嗯 肯定是那个这款 让我那个眼前一亮 有很多地方处理 他就处理的就是 很有那个心意 是对就是一下子 你说让我在就像Ping 马上倒过去想他哪个动作 我又不能也没有记住 但是瞬间那个 瞬间 我在看那个他跳的时候 一个反应就是觉得 哇他怎么能那么卡 嗯 对那个地方怎么能这么做 然后而且他的那个身体开发 他真的很好 对吧 上一个动作还在天上 下一个就直接到地上 对吧 对吧 他这个这个过程 对主要是跳过舞的都知道 这个很其实很难 对是 那像QK或者是像斯文 其实他们都属于身体开发比较好的 但是斯文我说他的身体开发更是 更像是像芭蕾舞和现在舞 嗯 舞者就是 虽然开发好 但是我说 嗯 并没暂时暂时还没有能理解到 如何在dancing里面用到这个身体 嗯 如果他能够理解 像像QK那样 在在舞蹈的过程里面 把身体运用上的话 也是无可限量的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你如果不是追求舞蹈专业的话 你可以是轻松一点的 嗯 对吧 你可以简单的学学开心就好 但是我觉得 在舞蹈的行业里面 还是需要有降严的 就需要有一批人 他们是要全程一个精神的 嗯 如果这些就像现在大家说的 哎开心就好了 不需要追求那么多 那么舞蹈就没有办法发展下去 嗯 其实我是觉得有可能就是 像斯文或者什么 有一些这个就是现代舞 或者名舞他们跳街舞的时候 有可能他们不一定是全部 比如说把某个街舞的那个舞种的 嗯 就是类似元素 就是编过的那个动作有练过 嗯 他只是练了什么呢 就是这个所有舞蹈 有可能街舞所有舞蹈 都要练习的这个 一个基础 嗯 就是 isolation 这个也是基础吧 但是有可能练了这个 只练比如说 身体的分离啊 然后卫物啊这些 然后就结合他的现代舞去做 有可能他就是比如说 就是说 dancehall的那个元素啊 还有 hiphop这个元素 就是 poppin的这些元素 有可能都没有学 嗯 他只学了这个 isolation 然后跟他的那个舞蹈结合 去做的这个东西 嗯 所以说有可能你说 到时候他跳这种某种舞种的时候 他就根本就没有这个 他的那个 dancing 或元素 对吧 是 比如说那个叫 soul dance soul dance 有可能他有很多 soul dance 那个动作 谁有可能就都没有 对吧 对吧 正好说到这个 就嗯 其实我觉得这两首歌 这些歌应该他们都有听过 嗯 就是那个有可能那个 Qpan的话就是听到这个 前面一首歌叫什么 雷白 雷白 对 那这首歌有可能他就 他就想到了一个就是什么 他当时在看过这个 MV和这首歌的时候 所有人对 所有人在club里面 有可能就会做这个雷白这个动作 对不对 Qpan有可能就是他就把这个 原汁原味的一个动作放在那里面 我当时刚才看的时候 就是所有人 有可能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所有人都跟着他做 都在笑 都在笑 就是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文化的那个 是点 对吧 也是派对单行 好 那我们就先这样 好 谢谢视频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 拜拜